好 接著牙狼之後的下一套就是剛才我們在講牙狼的時候也提及過 就是這個巴哈姆特之路 Genesis 原本是一個手機遊戲來的 大家都知道這是超火金遊戲來的 現在終於動畫化了 但我沒有玩過遊戲 所以不知道它是動畫故事是否跟遊戲一樣 我也沒有玩過遊戲 但是知道的就是其實在很多地方看到 類似的他也是用了很多卡牌的襟 尤其是服裝 找一個角色穿了其他人的服裝就搞定了一切的問題 這個故事裏面 現在這個賞金獵養的主角 就是帶著一隻單翼的惡魔 去不知道什麼界 總之是一個地方 故事裏面其實是一個神魔大戰 神魔和人類的大戰 其實人類當然就是神的旗下 前線人員 最多量產最廢的雜魚是否呢 這個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當然這一套東西 夜行者其實是有看的 但夜行者其實看了兩集之後 就說好像很悶 沒什麼興趣就再看下去了 沒有辦法 所以我爹之人因為爆炸頭 別這樣 其實不是的 其實整套東西裏面 所有人的面相造型不是不漂亮的 只不過是他們的髮型 太過潛衛 認真的 因為我曾經在網上已經見過 有人把所謂蒙番的男主角的頭髮 真的看角色為先的觀眾去看這一套 但你要這樣看這件事 其實這套東西的所有人的表情 是很豐富的 不要說很豐富 是有很多錢這套東西 第一集你會見到很多錢 官方好像說他們本身是做好遊戲 課金吃很多錢 所以不介意丟撕下去 好像說是 但作為宣傳的話 我暫時是有保留的 看了兩集來說 暫時是有保留的 這一套東西 故事裏面我也是說 其實每個人其實都因為 不需要太理會的角色的下限 每個角色就是很忠於他自己 描寫他自己的性格 你看到第一集男主角裏面 他的卑鄙次數基本上每十分鐘就要描一次 不合兵化 偷牙拐篇盡了 那你說如果作為一個 也看到他不是一個實力 去到很超班的一個所謂的賞金獵人來說 其實 又很合理 你要去打到一些正規實力 硬實力比你強的對手的話 那你是描陰招的 那固然另外還有一個叫藍二主角那個 我殺 我覺得他給我的那個記事感 我是看《女神二文樂》 金字一彌畫的角色 那個風格是很相似的 我是很接受那種風格 所以我覺得沒問題 只不過你覺得他有少少瘋瘋地 不是喔 他出身正統騎士家族 你覺得蔣金獵人都很不忘的正統騎士的風格 很光明磊落的 你見到他的人 但你見到其實裏面背景 現在他其實是有些設定的框架 其實你會見到就算是凱撒 當被人看到就是他拿著一個上金獵人的手護腕的時候 其實是被一些正規軍隊的人是看不起他的 可能社會上上金獵人這個地位很低的 即是他沒有實施說明 但你已經知道 我覺得這個故事說法不錯 其實他評論得不錯 當然你會見到就是他用這個卡 當你打贏了魔物之後 魔物就可以用上金獵士的腕 就可以將他變成卡片化 這個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估計是 當他賣給雙人的時候 就是這張卡有多少星數 其實就是直接反映那個 那個稀有度值多少錢的 那張卡是 我一定有這麼多錢 肯定要爭 但第二集你見到 番奴萊最後 男主角是值800元的 但是女主角是值10萬元的 我想星數 當然你也看到在戰鬥力上的差距 就是男主角的戰鬥能力 800元以後我覺得很合理 至少他賣給800元的東西 他不是真的打死他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看得起他的 那張卡來了 故事裡面 他未去很明確一條很明確的主線 說他究竟的目標是什麼 現在最主要的目標 都是說男主角騙了這位單翼惡魔 就說我認識他那個地方 每次都說你看著他的眼神 我像說這麼謊話嗎 唉 即是入世未認識那個惡魔 就被那個情長男子騙了 是的 當然海撒就是因為 一見忠誠見到這女兒 就說 哇 這女兒肯定是被這個男主角騙的 我要拯救她出火 明白 明白 教團那裡就說 約束隻惡魔 那麼 今天男主角就知道 那個女兒就是惡魔 但問題是海撒就以為 那男的惡魔 這個惡魔都騙了隻女兒 所以大家是理解錯了 但是人家是一樣的 不得不提 單翼按摩 其實我是喜歡他穿著 他搶回來的那套衣服 油盒裝 多於他之後那幾套 其實是 開頭油盒裝挺型的 不知道為什麼第二集 換了一套 給錢買的衣服 就發現不是很好 那些全部都是卡牌衣服 那套卡牌衣服 也是OVision 有一張卡牌的卡牌衣服 當然 我們第二集裡面 還會見到其他的 就聖得 而且你看到第二集 尾那裡 其實有些是開始 好像出現一些 你當然只看到對空 但是 其實那是一些 受款型的角色 六星以上的卡牌 到時候看樣子 但是 雖然說這一套 背後的資金豪作 但其實看到第二集 開始跌溫 其實是 開始插水 開頭喝酒 到時跌溫 臉胖了 為什麼 男主角暫時 沒有怎樣走的樣子 表情越來越豐富 當然我覺得 那些錢 可能未有什麼特別女角 他將那些錢 就花在那些 男主角身上 你沒有看到 群黃兒說話 他們好像曾經說過 這個遊戲 本身男性玩家很多 我們想用動畫 吸引一些 女性的玩家 所以要畫一些男角 不行 如果這樣的話 太重口味 當然 我不知道女性的角度 固然 但是看下去 暫時 故事的話 暫時來說 我覺得 我也會認同 夜人者說 其實有一點悶 比起 阿朗這麼明確 故事 世界觀現在做些什麼 他有一點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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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得明白 因為他之前有個精德條線 有個教廷條線 但好像 和現在 阿拉拉好像 沒有什麼特別關係 你知道嗎 神之事 和教廷有關 而我覺得很多的觀眾 其實是被角色的外觀 帶動了 覺得這套 不好看 因為很多時候 老實說 現在我們所謂的 看動畫 其實 你的男主角 或者女主角 不是俊男 俊女 即使很表面 你沒有這些東西 是很多人看不下去 人們其實是很即食 很簡單 你看寄身手 改男主角的樣子 才會外出 那寄身手有 我又覺得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 但是 在這一套裏 其實 我可以說 作畫不是不美 不是不優秀 只是你要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這件事的美 它不是我們看開 所謂的一般的 萌翻 或者是所謂的 我叫做 歪歪翻 那類型的男主角 其實是 我接受到 這套 所以說 我覺得這件事 是男人的浪漫 是一個 黑boy 的話 你是覺得這套 黑boy 用好一點的字眼 其實你真的會覺得 這套 給你打折扣是大的 我覺得 當然 我不敢擔保 它之後的故事 會很精彩 但至少 在作畫上 我絕對不認同 這套的作畫 其實是差的 它有它自己的中古風格 你只見它 開始說城市 裡面的那個 由山洞下來的那個位 由頭打到落尾 我覺得 交了貨 運鏡流暢 一尊一咬 清清楚楚 平時那些 會偷的 如果你這樣說 覺得這套 你這樣 你是因為說 那個男主角不漂亮 老實說 真的不對 你看的 的確 可能真的 我覺得是事實來的 所以 但是我覺得 大家不妨 其實不需要多看 只要看第一集 你接受到 如果他的打鬥流暢度 或者 你不介意 主角是一個 這麼卑鄙無恥的人 我覺得 暫時都值得看下去 你明白 主角因為是 卑鄙無恥 整個鼠輩的樣子 你給他這麼帥 的樣子 他會浪費 他這個壞 剛剛講他的性格 不錯 我覺得很客觀的 這些條件 如果他是一個 英俊 卑鄙無恥 這些叫做什麼 有智慧 如果好像男主角 這樣 一個這樣的鼠輩 還有一些 陰質 骯髒的手段 這些叫做什麼 卑鄙無恥 所以 這個樣子 我是很認同 一句 雖無過錯 面目可真 是大罪 男主角可能犯了 但是男主角其實 他不是 那個樣子 他那個髮型 這個才是 他最大的問題 當然 看看他之後 會不會幫他撿一撿 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的 其實 看下去 當然 我不是很大期望 但至少 我不是很認同坊間所說 不帥 我們這個人就不流行白髮頭 你擺花十年前 二十年前 都會很流行 你只能看到 其實海薩的頭髮長一點 他就是背包頭 我們這套 介紹到這裡 我們去下一套 好